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晚開Lifeline 又要宣佈一個很棒的新產品推出 我們開得Live宣佈的新產品是真正的 才值得開Live講 就是 Synergy Synergy Skin Miming Mark的黃牌品牌 很久沒出過新的精華 出了新的精華當然有新的科技、新的成分 新的想法、新的concept 才會出一支新的精華 因為大家知道 Synergy已經有很多很多精華 但是為什麼已經有這麼多精華 還可以出一支有新的功能呢 這個就叫做XLH 其實澳洲他們有第二個名字 就像Hi-5 Hironic Exit 即是透明激酸 它寫著Ultra Hydration Serum with B12 即維他命B12 B12是一個小人用的成分 原來我發現是比較珍貴 以及形態都很難去分析 B12的精華其實看得出是很差的 一看顏色就知道了 B12是一個… 不要只說B12 不過因為我要講顏色 所以還是先講B12 B12是一個難得有抗物質的維他命 很特別 抗物質是帶有一個淡淡的粉紅色的 但當你用得厲害 濃度高 品質高 那個Minerals的含量高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顏色 哇 哇 BARBY的桃紅色 哇 這麼誇張的 這個精華 是因為他用的B12 是用到很高濃度 B12用… 用得多 當然是因為它的利益是好 當然除了B12之外 它做Ultra Ultra Hydration 它也可以是一個極保濕的精華 但我覺得它是多於保濕 還會有修護、抗氧化和一些針對炎症過敏的效果 所以我不會就這樣叫它做一支保濕精華 那麼簡單 那它… 又說回這個顏色 那你會說 哇 這麼紅的? 會不會塗上臉到紅色? 當然不會 但我覺得 初初塗臉那一下 是馬上會有一點白淚透紅的效果 但當然了 B12是很快吸收 而且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成分 因為它可以吸收過表皮層 去到真皮層的很底部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護膚成分 其實也不是很多成分可以直接進入真皮層 它除了B12之外 還有很細分子的透明質酸 大中細都有 但它的細分子是特別細的 也是一些很新的成分 另外還有加了一個叫做TRI 即是一個複合的分子釘的complex 分子釘那麼多 現在的護膚品都有 但它這個分子釘是跟人體 尤其是皮膚細胞裡面的分子釘的結構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一塗下去 就會跟你本身的分子釘結合 如果你不清楚分子釘是什麼 我待會也會很快地解釋一次 所以剛剛說了 B12一看它的顏色就知道 有三款大中細的透明質酸 還有三種複合的分子釘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TRIPLETRIPLE的 所以我們就叫它做TRIPLE MAX 超能三重收護精華 超能三重收護精華 是TRIPLE MAX的極致活肌收護配方 不如我逐一講 其實我也是想先說透明質酸 因為它的細分子很棒 是很小 是小到少過5000DALTON 即是透明質酸 是用了一個DALTON的單位 來決定它的重量 重量也決定了它是大中細 我知道很多人 天煎猾萬肌透明質酸的精華 但是總之所謂的細分子 都不及現在細 這個細分子可以放到... 表皮層你知道 表皮層是一層層的 由基底層是生細那個細胞 慢慢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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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表皮就脱落 这个极小分子的透明质酸可以去到肌底层 而当它去到肌底层的时候 它的功能就不只是保湿那么简单 说真的,大分子在皮肤比较的表皮层或死皮层 是帮皮肤保持住水分,可以保持1000倍的水分 透明质酸 by definition 这个是碎料,很多都做到 中分子就会去到中层 这个图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大分子没什么的,在表层 帮你吸住水分,让水分不容易蒸发走了 这个简单,碎料OK 大分子,不是什么 如果你连透明质酸精华,连大分子都做不到 那就真是死了 中分子落,中分子它的中 这枝东的中已经等于其他精华的小 中分子可以去到表皮里面的 有一个叫做经济层或火粒层 就已经是死死地,肝,好像conflict 不太触碰的那些角质 加了中分子 其实都可以令到表面,比较表面 比较多些水 看上去比较平很多 亦都会拉紧了这一层 平滑很多,看起来表面 但去到极细分子 就是这一幅图 这个是肌底细胞,是生的细胞 这个极细分子,我们叫microha 就可以去到肌底层 当然会感觉到皮肤 表皮层已经吸满水分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大中小的不齐 你总是会觉得,为何查完 好啊,所谓小的分子 吸了下去,表面什么都没有 你总是会觉得表面不够 就是,那个混合 和所谓大中小,其实是很大的 那你到底大是选多大 中是多小 小是去到有没有那么小 可以去到肌底层那么小 那这些都是一个品牌 去决定了,怎样是对你的皮肤 那个benefit是最好的 所以Synergy 会选择了不同的大中小 那这样,所以就 目求去到每一层 都可以benefit到皮肤 是的,那 D12的那些,等一会再说 我都是想再drill下去 少少那个透明质酸 这个极小的透明质酸 我都说是比较暂身的成份 因为它有个临床实症 是证明24小时已经可以滲入到肌底层 就是刚才说了 表皮的最底层是90%以上的 是的,所谓小 但是究竟是否吸收到呢 而这个临床实症是证明是可以吸收到 而且是慢慢吸收的 它首先呢 就是 30分钟之后 已经可以吸收到30% 然后1个小时就超过50% 8个小时超过82% 超过90%超小分子的HA 透明质酸去到肌底层 我觉得有这个clinical是很重要的 否则你查一样很新、很贵的东西 就是越小分子的透明质酸 越贵 很难去弄出来 所以它有这个临床实症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你买的东西是真的吸收到肌底的 这个很重要 如果去到肌底的透明质酸 除了保湿之外 就会有一个提升、提弹的效果 因为肌底层 之前很多层我都说是死死的 可能那个细胞核已经没有鬼状 但肌底层还是一些生的细胞 生的细胞遇到一些新鲜的透明质酸 其实也会令到肌底层是细胞分裂和移动 令到它的修复能力和生产能力 代謝能力高了 所以好的和小的透明质酸 原来不仅是保湿那么简单 只要它是落到肌底层 它就会做到一个 肌底生的细胞去修复、复原 令到它的代謝和分裂能力高 所以再生力 肌底是在生细胞 真皮层有胶原妈妈 生很多胶原蛋白 透明质酸也是下面那层生 肌底层就是表皮的底层 都是有细胞分裂的活动 所以原来碳明质酸是micro的 是落到这样的 可以有这样的作用 就觉得很重要 也可以调节免疫细胞 还有这个小的碳明质酸 落到增皮层 如果你识少少biology 就会知道细胞 有个叫做NK细胞和巨细细胞 都是一些巨细细胞 一眼咬了 其实就是一些免疫细胞 原来microHA去到肌底层 亦可以激发NK细胞和巨细细胞 是帮你清理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侵害细胞的物质 所以亦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力 好有趣 说完HA HA就是透明质酸 之外 也要谈谈 不如先谈谈分子钉 分子钉 很多护肤菌都有 但它说明跟人体本身 細胞的分子钉是一模一样的 分子钉是什么呢 都是表皮层的细胞 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之间 隔和隔之间 便会有脂质 脂肪的脂 有脂肪 可能是胆固醇 有脂肪的混合体 而这个ceramide 複合的ceramide 是来自一些斗类的 它里面有三种不同的分子钉 都是皮肤里面非常之常见 脂质是含有的 所以如果它的分子钉 是跟皮肤的一模一样 基本上它一查下去 碰到你的表皮层 去到那些蜡蜜 就可以立刻 和你自己的lipids结合了 即是好像立刻注入脂质 在你的蜡蜜里面 就已经可以立刻发挥作用了 很重要的 因为那些lipids 其实都有它自己的composition 而它这个复合配方 可以做到一模一样 即时补充 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分子钉本身都觉得 分子钉遮 没什么遮 但原来是这样 它的ceramide有三种 叫做EOP 一型 三型 叫NP 六型 叫AP 分子钉去到蜡蜜 都会做到一些不同的功效 一型就是可以加强屏障 分子钉本身的功效 就是一个屏障的功能 因为你知道水和油是不混 那些东西放到细胞的蜡蜡 如果那些蜡蜡填得不够满 那些脂质 那些油分不足够 那屏障就不好 很多东西就会在蜡蜡蜡 水分都会蒸发到 或者根本的东西可以由蜡蜡 不好的东西 由蜡蜡 入到 所以屏障功能 是靠一型的分子钉 而三型的分子钉 就是用来滋养肌肤 真的有油分的作用 滋养肌肤 而六型的分子钉 就是可以抚平 皱纹和细纹 这个分子钉 也有图 是可以去到真皮 都是去到整个表皮层的底部 比较底部 去到这里 有一些分子钉 就是去面 这个分子钉 都叫做可以去到比较底部 虽然未去到基底层 这个是小分子的HA 这个分子钉 这一行 都去到颇为底层 所以可以做到 比较持久性的保湿效果 和有效锁住水分 分子钉 足够的话 皮肤就会很水润 有自然的天然光泽 和会很紧致 所以我又觉得 复合分子钉 而且和人体分子钉 一模一样 这个卖点是极之好的 极之有benefit 最后就是说它的颜色 就是B12的成分 其实B12以前都有过 后来又不知为什么 那些精华没什么 已经没什么出了 但是呢 以前那些B12精华 是淡淡的粉红色 就是证明是加的很少 而我们这个 就是 哇 这样的颜色 所以你看我们 都用了这颜色 来做它的包装 就是证明它是极之高浓度 其实B12本身也不是一个保湿剂 如果你说B5是一个保湿剂 B3是一个锁水剂 令到你自己的份子钉 生多一些 而B12呢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防御功能 那你说这一枝如果是Ultra Hydration 那为什么需要加B12呢 其实如果你的细胞的屏障 是做得不好的 防御是做得不好的 其实是水分是很容易蒸发掉的 所以一定要加很多不同的成分 去在不同的方面 去增加细胞的防御功能 是的 那B12呢 好 讲讲 它主要的功能 就是令到 应该说是两个功能 一 都是促进肌肤的新层代謝 血液的生成 和细胞分裂 所以这个呢 是很影响皮肤的恢复能力 和再生能力 亦都可以增加皮肤的光泽度 防止暗牙 和令到肌肤更加紧致弹滑 当你的细胞活动是好的时候 是的 细胞分裂 血液生成 这些都是和细胞的活性 就是它活不活 那些细胞是好的关系 而B12的第二个重要功能 可能你会觉得未必关你事 但我会解释为什么会关你事 它是可以禁住一些过敏症状的因子活性 亦都是减低炎症的机会 很多人都说 是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轻微的炎症 只是你不知道 当然你说我又没有红 又没有痕 又没有肿 我都没有发现 都不适合我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UV 污染物 任何形式的自由基 入到你的皮肤 其实都是很容易入到你的皮肤 皮肤有很多的疤痕 入到皮肤 其实都是会 令到你的皮肤 好像一个打紧脏的状态 其实有 不断是有发现一个炎症的反应 当然它未必是去到 你去到 红痕痕这些明显的反应 就像我的皮肤 我都没有什么都不会说 很厉害的过敏反应 但你说我里面会不会是发现炎 我相信一定是发现炎 因为可能是我的人 所以我饮食也是不理 一个人是 以及在一个高压的环境 你住在城市 你的身体 亦都包括你的皮肤 都很容易是在一个 轻微的发炎状态 是在打仗的 所以你听到消炎 禁着一些炎症反应 其实in a way 都是一个抗老化的过程 因为你炎症 一直打仗的话 其实你也等于肌肤一直在老化 所以现在的理论 都是抗老化之余 抗氧化剂之余 亦都要抗糖化 亦都要抗炎症 这些条件 其实最好在一支的精华里面 都可以有光 它亦都有抗氧化剂 它有一个茄红素 番茄皮的茄红素 所以都非常齐 B12其实是真的帮到很多 很常有过敏性反应的人 因为它按住的因子很重要 很有用 而且B12 你看这幅图 这个是大分子的 透明症酸 中分子 分子钉 細分子 而B12真的可以去到真皮层 所以它刚才说的好处 可以带给表皮层 和真皮层的所有细胞 这个也是B12的优势 因为它是可以去到禁忌 而它去到真皮层 会遇到哪个呢? 就是会遇到胶原妈妈 而胶原妈妈 怕不怕发炎反应呢? 绝对是怕的 所有细胞 虽然发炎反应不是一样很差的东西 但当你不应该发炎 但是有发炎的时候 那就是一样不好的东西 所以它是可以保持到 你的真皮层的细胞 都不要有炎症 还有刚才说过 它第二个功能 就是一个恢复和再生的功能 它也可以令胶原妈妈 是更加活泼 更加有活力 所以在一个Hydration Serum的层面 加上B12 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是的 那可以 怎样说呢? 它的质地 你们就这样看不到 它的质地 是很像Red Velvet 即是红的屍涌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屍涌蛋糕 哇 是极之容易推开 也极快吸收 当然 它有少少大的分子 的透明质酸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看到它差不多吸收完之后 都是可能用拍的方式 不要再捉了 那些透明质酸 但它是很大的 其实真的在你 留在你的死皮那层 是希望帮你最面那层 做一个Hydration 吸住1000倍水分 令到你看起来 是有光澤 是平滑一点的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它就不… 你说我刚才已经塗了三层 那会不会有塗脂膠碎呢? 如果你塗得过量 是会有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初初用 我建议你们是用一泵 就塗完臉了 塗完臉了 塗完臉 还有可能斜下这些位置 它很快吸收 吸收完之后拍一拍 如果你要塗粉底的话 你也是用blender印 或者是你用skinpressive 就这样用这个泵 印印印印印印上去 盡量不要有塗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怕 我知道我塗真透明症酸 也会出问题 那你就可以晚上用 那讲讲次序 这个也是水性的精华 所以可以… 洗完臉后 先塗Dermatic 就是平衡肌底 肌底的microbium 对 益生菌益生源 之后 例如晚上 你可以用你的维他命A 维他命B 晚上我也会塗Super Serum 这些叫做Essential Serum 和Targeted Serum 先用它 Enlightened Luciderm 先用它们 接着呢 就塗XLH 然后有个tricky位 就是Efficacy 因为Efficacy 是有少少油分的 当然XLH也有少少油分 油分是来自哪里呢? 就是分子钉 分子钉是皮肤之间的脂质 脂质 脂质就是脂肪 所以它也是少少油分 所以它塗完所有水性精华之后 就是它 轻微的油分 脂质 然后呢 才是它 Efficacy 因为这个维他命C的形态 是油溶性的维他命C 油分又比这个多了 所以由水分精华 到有少少油 到有多少少油 这个 跟着最后才塗面霜 对了 就是这样 B12呢 其实也要回头说一说 因为我发现有一张图没有展示 对了 B12呢 是有它的临床实症 是可以减低皮肤的红肿 这个 这个医院很厉害 它是说 这些人士 二十几个人 塗0.1%的B12 下面是塗0.5%的B12 24个小时 这个是1个小时 6个小时 12个小时 24个小时 这样看的 这个上面就是塗1% 这些是在一些放大镜 很技术性的放大镜 和一些量度 红肿的仪器那里 就看到它的红肿度 在24小时已经减低了很多 这些图我们会放一个留言 大家可以提清楚 而如果0.5% 也会看到它是一路减低 对 对 这边过来的 因为反转了 这边过来的 这边过来的 这样看的 向右边这样看的 就会看到是有很大的改善 其实6个小时已经看到很大改善 到24个小时有很大改善 这些都是科学 临床实症 可以看着它的红肿减退 而24个小时之后 效果也不会反弹得很快 当然了 这支精华 我都预理24小时 怎样都会塗一次 那 给一些红肿 有过敏反应的人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而我觉得 现在我面对很多客人 差不多全部都会 周不时有过敏性反应 你就知道这支可以帮到你了 OK 另外有一幅图 都想给大家看一看 好像很惊吓 都不是图 只是一些figures 不如我说吧 如果 这个是说分子钉 你的分子钉 是会随年龄的生产 原来有很大的drop 比如你21至30岁 当你的分子钉 的production是100% full capacity 原来到31至40岁 已经很糟糕了 你的臉的分子钉 的production 是少了62% 手更坏 少了78% 哇 你说少了20多% 我明白 少了多过一半 不是吧 62和78 接着 还坏 41至50岁 已经没有了67和78 接着 再没有37和63 面是没有了 再没有37 即是摸了62之后 再没有37 那你乘一乘一条数 手真的更糟糕 手很糟糕 原来 是会 再没有63% 所以为什么对手 是这么糟糕 对手是真的要保养的 是的 那些分子钉 什么 角沙烯 透明质酸 对手是没有很快 尤其是分子钉 是没有很快 是的 分子钉是主宰油份 油份 因为其实你那些透明质酸 蛋白蛋白 collagen 都是比较水份 和voilum 那真的 油份的分泌或者生产 是很靠分子钉 原来消失得这么快 所以分子钉是最好用 塗的方法 是要外用 要涂上臉的 是的 而透明质酸 那些当然 塗多些 其实绝对对面 是很有利益 是的 collagen 就太大了 塗不了上臉 你可以用 譬如我们的 palm 不要去遮瑕 面膜 这些来补 所以在一个 Hydration的层面 收护的层面 这一枝 确实是很厉害的 是去到 我们以后之后的广告 想了它叫做 收护千层高 因为它是照顾到 其实肌肤真的有很多层 现在这是一个简化的版本 肌肤是有很多很多层 虽然很薄的皮肤 但是它在每一层 它都会有不同的东西 可以照顾到 照顾到的水分 油分 和B12 这个特别的维他命 是可以增加每一层的 再生能力 修复能力 和代謝能力 亦都可以增加皮肤 基底层的免疫能力 所以是 是的 你如果知道有一支精华 可以这么多层都照顾到 其实你会很放心 而且你会知道 皮肤真的在不同层面 水分和分子钉 B12的层面 都是饮飽水 希望不会再有任何缺水的状况出现 另外 接下来就要聖诞 很多时候出去玩 又可能去旅行 我常常要提醒大家 你去飞机是等于去沙漠 是干过沙漠 你这样一上一落 皮肤有很大的变化 你的屏障功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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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坐几个小时 飞机都是 都是 出入冷气 也是 冷气非常干 所以这些问题 都会有发一些炎症 一些大的转变 所以你不要说 你没有红没有肿 没有症 就是没有发炎 其实肌肤是长期都很可能 有压力 夜睡 生活的 你们的habit 都会令到皮肤 可能是长期在一个 小小打仗 发炎的状态 所以 总之 我虽然没有红 但是我听到它是可以控制炎症 我都会觉得很 其实就等于抗脑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都是抗炎 抗糖化 抗氧化 这些 组合在一起 就非常之好 刚才说到B12 其实它里面 除了B12之外 也有B5 再加强保湿能力 它里面也有红彩菅 Betane 我们叫做英文 亦都可以增加表皮皮肤的含水量 亦都加了少少金油 金油 Glycerin 亦都是天然的保湿剂 可以吸住水分 亦都可以锁住水分在角质层 所以 成份方面都非常之足够 我觉得 保湿收户之余 还有保湿保得好的话 其实对细纹、皱纹 亦都会有明显的帮助 如果你是普通少少一些保湿剂的话 多数只是一个表皮的 少少拉紧的情况 就未去到可以搞定一些细纹 眼纹或者皱纹 但是如果保湿程度是厉害的话 就可以平滑一些纹 那就非常之好 这个我们放在Excel系列 就是Premium 所以原价是要900元 但是现在我们放在预购网 会做八三折 预购网是一个你先在网上付钱 你选去哪一间专门店取货 专门店 我们现在有Tester 所以你可以去试一试 试一试质 大货都正在返回 其实都很可能会很快 预购网你可以先买 在店铺拿 大概是这么多 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有一个人问我怕不怕冰 我是很怕冰 但是怎么说呢 我们有时做Skin Care 都不要穿到整只肿 看到皮肤 其实现在东京都少少冰 有人问为什么红色 再给大家看多次 它的红色 为什么红色 就是因为它用了非常高浓度的B12 维他命B12 B12本身有矿物 所以是淡淡粉红色 但是它变得这么红 真的证明它是用了极多的维他命B12 有人问暗瘡可不可以用 绝对可以 基本上任何的肤质 任何年龄都可以用 所以 声音有些杂音是否真的 我希望不是两个麦子在夹着 任何年龄任何肤质 其实暗瘡皮肤更加适合 因为暗瘡皮肤就是很多发炎 在发生 暗瘡就是发炎 所以是很适合的 次序是如何 刚才说了 所有水性精华 XLH Efficacy 然后才去Mosturizer 油的精华 有些说其他product 将军瘡何时会开饭 暂时都没有 我们暂时在元朗开了 pop up 有人问和Super Serum有什么不同 Super Serum就是很针对骨胶原 很针对一些纹 逆转皮肤的已经形成了的纹 Super Serum在Hydration方面 不是它强项 是很针对Collagen 纹和钢细胞 这个就会很针对Hydration 收护和抗炎 OK 这枝维他命B12 可否代替B3 是不可以的 B3有很多功能 B3是令你的皮肤 生多些分子钉 而这个就是帮你补充分子钉 B3除了生多些分子钉 做锁碎之外 它还有去黄、空油、真身骨胶原、美白的功能 雜着黑色素不让它发表 所以维他命B3的功能和这个很不同 这个你可以当是很收护 控制到过敏反应 以及在这么多层的层面 都能做到Hydration的效果 反而Synergy有另外一支Hydrogel 就是一个已经很多年前的Hydration Serum 这个会比较入门 它也有碳明质酸 但这一支升级版 其实就会多了一个极小分子 MicroHA 极极极小分子的碳明质酸 那一支是没有的 亦都加了分子钉 亦都加了维他命B12 Hydrogel也是没有的 反而Hydrogel这一支 我觉得是少少青春期 你想烘油 修毛孔 又想做保湿 这样用的一个 比较入门版的保湿精华 这样 注水精华 保湿精华 那就好了 问题就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上预购网选购 我都说了 可能你第一次用之后 第一次都是用一泵 看一下拍拍拍拍拍 因为它有少少透明质酸 是men to be 留在你皮肤 帮你做吸水的 有需要的话 是可以早晚用的 如果你用了XLH 我也觉得 可能是可以不用Hydrogel 比较是二选一 因为它们的功能都会相似 但绝对是不能复充ABC 绝对不行的 亦都复充不到对玻璃基底液 因为它对菌群的平衡 是毫无作用的 是的 真的做的事情很不同 还有ABC 其实都没有一支是非常 是for hydration B是教识你皮肤锁水 但是B3本身不是一个 很好的保湿剂 是的 B3里面都有B5 B5反而是一个注水剂 但是 你皮肤再觉得有缺水感的话 ABC是帮到你很多东西 是的 基本上抗衰老 什么东西 美白 骨胶原的东西 都帮到 但是如果你塗完ABC 都觉得皮肤再需要多一点水分 或者你那段时间的生活习惯 或者是搭飞机 那些 的话 就是需要加这个XLH 嗯 聖诞之前会不会有货 一定会有的 其实都差不多会有货 是的 那可不可以混合太曼拿Essence 其实是可以的 我也想说 是的 会吸收得更加好的 太曼拿Essence 基本上会令到你所有东西都吸收得更加好的 是的 结不结 嗯 我又觉得不结 是的 基本上 你现在看着我这样一拉就可以推开了 是的 我已经塗了很多层 所以可能真的太多了 是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泵 塗面 和这一块的颈子 应该就可以的 那 Orbital Super Serum 一起用是可以的 塗完AB Super Nighton 那些东西 然后塗XLH 然后再塗Afficacy 然后再塗Moisturizer 那如果你 有人问 Hydrogel和B3 用哪一支 我会觉得是用B3 先的 就是尽量塗了A B 那些先 是的 因为你皮肤最重要是吸收了Essential 其他Hydrogel 都是在一个 Hydrogel 都是在一个表面的层面 你可以之后再塗 是的 是的 OK 那 嗯 一些纹 如何解决 有人问 其实纹有很多的成因 眼纹就塗 E Serum Eye Cream 如果是肝纹 就可以塗XLH 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很久的皱纹 就真的很需要 Super Serum 是的 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继续用维他命ABC 再加 Hydration Serum 其实是可以防止你出现不同的纹 是的 但是当然你出现了你需要逆灵 这个Super Serum 是会最帮到你了 OK 那 其实现在YouTube都在开直播的 是的 我也是第一次三个平台开直播 但我发觉 iPhone不同了 完全的颜色是不同的 但是 OK 我都打了灯了 所以都应该够光的 是的 这个XLH 我强烈大家 建议大家试 Cynergy的心肌之状 是的 很有心 真的连我颜色都很有心 那我再看一次 有没有东西留 这份绿子十板子 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 这个绿子是我们前线同事看的绿子 真的很想 前线同事都可以 很明白这个产品 你们来到门市的时候 可以介绍得好些 紧致提蛋 粉乱提亮 也可以增强皮肤的免疫力 促进巨细细胞和NK细胞的功能 两个免疫细胞的功能 分子钉 是复合的分子钉 会有三种的 是跟皮肤的分子钉 这个composition是一模一样 即刻即刻用 还有分子钉 如果你有濕疹和牛皮线 我发觉原来有些研究 看了这些人的皮肤 是原来有濕疹和牛皮线 或者一些二位性皮肤炎的人 的分子钉是比较少的 所以拿它来补充就更加好 然后 B12或者茄红素这些 都可以进入真皮层 是保护纤维母细胞 即是胶原妈妈的 OK 它那个Micro-HA 分子量 是低于5000D 是非常之极之小的Micro-HA 真是透明就算了 OK 那就大概是这样 Hydrogel那个 就是中和低分子量 但这个是极低分子量 外面有些 serum都说自己是低分子量 但其实都是说10万 而我们这个极低分子Micro 是说低于5000 所以是一个新的科研成分 外面你都可以比较一下 中的分子量可能是百多万 这个是极低 我们的中就是30万 我们的中分子可能已经等于外面的低分子 所以我们的极低分子真的是极低分子 再提多几次卖点 就是它的极低分子的透明质酸 可以到表皮的最底层 就是肌底层 渗透率是达90%以上的 24小时就会渗透进去 它的分子钉 是和皮肤分子钉结构一模一样 所以可以即茶即用 然后它是有三种复合分子钉 可以满足你所有分子钉的需要 最后B12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维他命 可以去到表皮增皮层 全部层数千层的皮肤都可以去到 增强你皮肤的收护能力 再生力 代謝力 亦可以压低所有皮肤的过敏因子的活跃度 OK 希望大家现在都很了解XLH 这么特别的新的serum 建议大家试一试 现在冬天很适合用 搭飞机适合用 其实说真的 香港什么时候都有冷气 就算冬天 入到办公室都不太冷气 所以什么时候都适合用 其实我都说皮肤遇到第一个问题 一定是缺水 你第一个 有点满满紧 你有这些感觉 已经是表面缺水 而深层的缺水 有时你未必看到 有时你未必感受到 但你会看到 肝纹这些 就是等于你的中层和深层开始缺水 所以hydration 其实皮肤就不怕多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一下 我都不相信有人的皮肤是一点都不干的 就算不是全面干 也可能有一些位置干 这些位置也可以用一下XLH 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的时间 大家可以去到专门店 未来开售 网上专门店和专门店都会有 但现在暂时先是预购网 对了 充门店应该是有些Tester 可以给大家试的 大家也可以试试质地 OK 好了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miss了是精华还是cream 那大哥 你要由头到尾看一次才行 OK 好了 多谢各位 下次Live再见 拜拜